歡迎收看8891汽車頻道 我是阿嘉 我是阿咪 今天我們試駕的這台車是Shukota Ataway KON-BIO 它的定位是中型旅行車 近期國內市場的中型旅行車選擇真的是蠻多的 比如說近期發表的有KIA的Seed 4 Wagon 它傳統的對手就Pugel 308 SW 另外像是Golf Bariang 也算是它一個直接競爭對手 但如果說我們把價格帶也拉進來一起考量的話 其實它甚至會達到像Mazda 6 Wagon 或是即將發表的Mandel Wagon 對 甚至還有一個SUVALU的Levogue 也有可能加入戰局 那過去Shukota一直是一個便宜大丸的象徵 也體現在這一次它的配備編成上面 我想大家最有感就是它 這次的配備真的是給的蠻多的 而且科技性量非常的高 但是我們更想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除了配備的堆疊之外 它在車輛的本質上面 比如說駕乘質感啊 乘坐舒適性啊 車輛的回饋等等 在經過一個世代的改變之後 它會不會更加的升級 對 這是我們這次最想要知道的地方 另外在今天的試駕過後 我們一樣會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 來去進行分析 並且告訴大家 三個值得買 跟三個需要考慮的理由 內裝機能如何 好啦 我們先來聊一下它的內裝 我現在這個內裝呢 應該是讓大部分人都額目一心 對 其實在形式跟布局上 其實我也很喜歡 你看到 現在也有單寧布的材質 這很少運用在車上 雖然說我是覺得 單寧布對我來說好像影響不大 但可能為了讓整個空間氛圍比較年輕 對啊 這代表就是一個年輕的心境 對不對 你不同意喔 可能我現在還年輕 所以我沒有辦法從一個 年紀比較大的觀點出發看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車內有大面積的物影面板 上面還是有紋路的 然後還有很多鍍鉻的材質 這看起來還是有一種金光閃閃 金燦燦的感覺啦 水去千條之類的是不是 我當時有想不到 到底我怕唸錯 我覺得就是 你大部分人去看這個內裝設計的時候 你確實會有額目一心的感覺 對 真的它改曹換代之後呢 整個設計的與會都是不同的 甚至它看起來是更加的年輕化 對 也更加的精緻化 而且它就是內部蘊含的一些科技 像這個螢幕啊 其實它基本上已經跟我們試著新世代的Golf 它的科技性上跟功能性上已經是一樣 基本上就同一套了 對 然後電子儀表 然後你看一樣是這種 短的線傳式的排檔頭 但是雖然說它的科技氛圍是滿高的啦 但它還是有一些缺點不得不說一下 就是這些所謂的鍍鉻飾條 它其實會造成我們一些視線上 光線上的影響 尤其是我們陽光照照的地方 對 陽光大的時候 這片飾板算是霧營的喔 可是在陽光下它很耀眼 對 然後就會刺到我的眼睛 然後光打進來這些鍍鉻飾條 它會一直反射 然後或是會有一個特別亮的亮點 你的視線如果有瞄到 你可能那個有什麼東西突然這樣閃一下閃一下 然後就會讓你比較沒有辦法那麼的專注 但這個東西也不是說不能解決 但你就是必須要多耗費一個心力去解決這件事 不過我覺得它有一些地方就是 看起來美人美奮 但是在操作起來 它確實在質感的呈現上面 我覺得是沒有像外表一樣那麼的華麗那麼細膩 確實有一些地方 它還是走一些平駕車的設定 比如說按鈕的合格感 對 這方面是比較明顯的 還有一些材質跟表面的處理 我自己覺得最明顯的是這個P導 你看就是這樣會有一個塑膠的聲音 然後它好像沒有說到特別的緊湊的感覺 然後包含在按鍵啊 按鍵的觸感啊 對 然後滾輪啊 比如說你現在方法把上面滾 雖然說它功能性很好 對 但是你在滾的時候呢 它就有一種不是那麼穩固 然後有一點朗朗的感覺 就是那個回饋阻尼感 感覺沒有那麼精緻啊 不過我想這跟它的品牌定位還是有關係 因為畢竟在VH吉他裡面上面還有複絲 總之會多留一些東西給複絲 在品牌定位的設定上還是必須這樣 不過啊 你剛剛講到這個方向盤的滾輪 我就必須說這個方向盤 我覺得很好看 很好看 Cuz也是蠻好看的啊 而且滾輪性很棒啊 對 而且物感也很好啊 然後這一次它其實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把那個架子輔助這邊有整合一個按鈕 因為過去VAG或者是像Skoda 他們不管是定速或是什麼 它都必須要用一根撥桿再放在馬後面 對啊 那在操作上可能不會像兩邊的按鍵這麼快這麼直覺 那現在呢 除了福斯底新世代本身的有改變 Skoda現在也把它整合在這裡 對啊 我覺得現在集團應該都會朝這個方向去點 對 所以你就按一個鍵它就啟動了 所以其實比較方便 另外像車載系統的部分 其實功能面真的是蠻不錯的 功能面是完整的 它有無線Apple CarPlay嗎 有 它有無線Apple CarPlay 無線充電板 也有 哇 我們想到的東西好像都有 對 基本上都有 但它有些東西你可能看這邊 看我們操作的話 你會發現 跟上次我們那個新的Golf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就是它的介面設定 介面的設計不太一樣 有一點差異 但是基本的功能性 然後裡面的超度邏輯 都跟Golf基本上都一樣 大致上都是相同 但還是有幾個小小的地方有不一樣 就是你有沒有發現它底下也是一樣要觸控的 然後我們如果這樣觸控的話 一隻手指頭是飲料 對 但我們今天如果用兩隻手指頭的話 它就是調冷氣的溫度 然後我發現還有一個 它點兩下之後呢 我可以選擇要調架子的溫度跟副架的溫度 這個我真的沒有發現 這個我真的沒有發現 這個蠻厲害的 還是說你年輕人 我跟你講玩觸控啊 我變得厲害 所以說是你玩的觸控面板 比我吃的辦法要多 也不能這麼說啦 另外還有一個蠻有趣的 就是它這個燈 雖然是手勢感應嘛 其實我並沒有碰到燈 我這樣揮過去它就開了 就跟後來賓士友做的一樣 對 就是它偵測到這個座位 是需要一個手勢給它 那就開 但它沒有像賓士那麼厲害 它還是要靠近的 但問題是 那我就直接這樣碰下來 其實也沒有很費工夫 我覺得這個就是VHG 常常會做這種事情 就是它有想要把這個東西的科技感 加入進去 那你可能把玩一下 你覺得還不錯還蠻有趣的 但實際上的使用 你可能還是會偏向於直接使用 比較傳統的使用 對 就好像這個面板 它雖然說 像我們剛剛講 它給你一些手勢控制 好像很方便 但實際上 在使用性上 好像還是不會比實體的旋鈕按鍵 來得更快更直覺 當然啦 我覺得這個車載系統整體的操作邏輯 我覺得還是比較直覺一點 對 比如說跟富士比起來 因為它保留了這些快捷的旋鈕按鍵 對啊 我會希望有這一排按鍵 對 我不希望說 它只是幾個簡單快捷按鍵 我全部到進選單裡面去切換 除了這些按鍵之外 它其實在設計的角度上 其實是對我們來說是比較好 因為富士是這樣子按 它正式往下按 其實我覺得在使用上差蠻多的 就是它閱讀效果好 然後又好按 對 那富士它就是一個 90度平面 對啊 其實你其實第一眼看 你不太容易發現說 上面到底寫什麼 然後它目標小 然後它回饋也沒有這麼明顯 你看像我這樣直接按 這裡有一個車輛的set 然後引擎起壁 然後循跡系統 然後胎壓監測 然後車輛的功能 第二個行車模式 然後第三個停車輔助 所以在使用性上是很快的 行車模式有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 它沒有辦法直接按了這個按鍵的切換 循環切換 它必須要按了它以後 然後再去點螢幕去切換那個模式 這個比較 有一點多此一舉 好啦我們來看看收納機能有什麼 夠不夠貼心 好 整體來說我覺得它的收納空間 雖然是多樣化 但是它的空間都不算特別大 對沒有特別特別大 它走一些比較小而美的路線 就是讓你夠用就好 不然前面放手機的地方 然後放杯架 放腰匙 或者說打開之後 裡面的空間都不會讓你覺得特別大 然後就是車門的部分 你會發現這個空間確實是比其他車大一些 對 另外一個我個人很喜歡的就是 手套箱有薄冷的機能 所以就不要再拿那個來放衛生紙 有點浪費 可以冰一些啤酒 可以喔 但你不能喝 後座空間大嗎 首先後座空間 吸附空間 我們剛才量了超過20公分嘛 對就是我的坐姿在前座 我175公分啦 我的坐姿在前座之後 調整之後我再坐到後面的座位 吸附空間還有超過20公分 好像有22公分左右吧 那個空間是非常的充裕的 然後除此之外呢 它頭部其實非常的大 完全沒有壓迫感 其實我覺得坐在後座 它那個感覺是滿寬敞的 對滿寬敞的 就是跟過去 阿塔給我們感覺也是一樣的 對 我就是走一個寬敞的範圍 舒服 寬敞的風格 對 你不太會心虛嫌說 它的空間哪裡不夠 對 對 它的空間舒適性是很好 然後這一次也有加很多細節 像是同樣的 除了後門的門板 也有很大的收納空間之外 它這一次在前座椅的椅背 上面的地圖帶 它又多加了一個小小的空間 它只會變成兩層之外 它還有放手機 它上面還有一個圖示耶 叫你放手機 對 這個其實很貼心 因為不然的話後座有時候 手機會丟到不見 對 這現在滿多車都有增加這個功能 那我覺得後座在配備的部分 算是給的滿有誠意的 就是後座椅有空調可以使用 對 然後充電的話也有兩個USB-C 座椅本身的設計我也滿喜歡的 我很喜歡它面料的剪裁跟設計 然後其實同時它的乘坐感 如果你不特別去感覺的話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但如果你用心一點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椅背有一個很輕微的下凹 所以你坐起來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比較穩定的感覺 我覺得尤其像我剛才坐在後座 在山路上 節奏比較快的時候 它是可以把我固定的滿好的 對 尤其側向支撐的地方 我就不太會這樣 特別滑來滑去的 有時候你後座的尤其是椅背 它如果沒有一個弧度 然後再加上一個側邊的支撐的話 其實坐在山路上 你很容易就是整個人這樣滑來滑去的 反而是很不舒服 因為它是用皮質的面料 所以相對來說 它的座椅的止滑性沒有到這麼的好 但是它的剪裁 它靠它的版型設計 對 它靠它的版型設計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後面座椅的設計方面 我覺得乘坐舒適度 以及它的包補效果也是很不錯 對 行李箱夠大嗎 其實行李箱就尺寸來看的話 它在同級裡面並不算是最大的 對 但也表現非常好了 但它算是帶一個前段般的水準 前段般 中上 中上 那我們剛剛有放一個大的29吋 兩個20吋 基本上都是直接放進去 而且也不用喬幹嘛 空間都很充裕 那我覺得除了空間 大家看畫面之外 我覺得有一些小細節 像中間有個隔板 那它除了那個小隔板之外 它還有一個東西是可以固定那個雨傘 固定雨傘或是固定一些雜物 對 那其實蠻方便的 然後它也有原廠標配一個摺疊的 那個算籃子嗎 摺疊箱 摺疊箱 對 所以那個在使用上 就是當你有雜物的時候很方便 再來就是它的底板有兩層的空間 然後兩層放下去 然後裡面都有做一些比較 氣圍的隔音或是一些軟墊 所以你東西放在裡面的時候 比較不會滾來滾去的時候 起口起口 就是一些零散的物品 它已經先幫你想好一些收納的位置 對 或是一些固定的方式 對 駕駛視野好嗎 我個人不是很滿意 這麼說好了 其實我覺得它左右是夠寬的 但是 它的A柱很大 對 尤其它的後置鏡又在A柱上面 對 它的A柱沒有到特別的出眾 可是它的位置真的很巧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開山路 我在轉彎 我想要看對象的車道的時候 它就是剛好擋到我想看到的位置 右邊我覺得還好 但走彎的時候 就像現在 欸 剛剛好擋住彎停點 然後你可能在過一些路口的也是 我剛好要轉 欸 剛剛好擋住行人的位置 所以我都要稍微這樣再看一下 就開這台車 切記轉彎的時候 頭真的要擺動一下 對 頭稍微擺動一下 才能夠確定你的視野裡面 就是安全的 對 剎車好掌握嗎 至於在剎車的部分 我覺得它的剎車其實沒有做過多的輔助 它是一個很單純的剎車 對 是一個很單純的回饋 很單純的自動密道 它就是很線性 然後行程夠長 然後你可以依照我們平常開車的習慣 就是很自由的去控制它 其實這樣的特性適應性也很高 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它親和力很高 因為你不用太多適應的時間 對 因為它所有的設定大概是在中間 它不會偏日系也不會偏後系太多 所以你坐上來 就算跟你的車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沒有完全一樣 我想也不用花太多的時間去習慣 我覺得適應時間是短的 對 動力順暢嗎 我們今天試的這台是頂級的 所以TAPIAL COMBI的頂級 它是2.0升的四缸渦輪引擎 沒錯 有四輪驅動的底盤 那其實在車系裡面呢 它還有1.5跟1.0的動力 那這兩個動力 在這個新的世代裡面 它都是有48V的BSG馬達輔助 對 但唯獨這個2.0升的動力它是沒有的 所以它其實在動力的回饋上 你可能不會感受到 那種新世代的48V的那種很輕盈的起步的輔助 對啊 因為現在48V車款 它就是有個特色 你起步的時候它是很輕快 對 不太費什麼力 對 但是相對來說這台車 尤其在市區開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起步的時候 確實會產生一個比較衝的感覺 因為它的反應 並不是說像有48V你輕一點 它就是滑出去 它需要你提一點轉速 提一點轉速 但是因為它本身動力就不小 扭力也算強 所以就要稍微控制 所以多費心一點 它反而是開起來會有一點點衝的車 對 那如果說撇除這個48V的部分 你這樣一般開 那因為是2.0升的動力 其實你在排氣量上面有一個優勢 所以不管是加速啊 延伸性的那種感覺 都會比排氣量小一點的時候 1.5的1.0的感覺好一點 所以在開起來你會覺得更衝容 不管你是滿載 然後出去玩 其實我覺得在這樣的動力表現上 它都有一些優勢 當然我們都常常一直講說 1.5升的動力其實是夠用夠的 是真的夠用 只是在2.0的感覺上 你會覺得更衝容一點 因為這個東西嘛 夠用就是夠你一般使用 然後像這種190匹等級的動力 你再加速超車的時候它就輕鬆 反應是輕鬆的 對 就你不會有那種所謂 有一點它的引擎在出力 在拉高轉 你必須要等待的感覺 不會 那再加上四驅的底盤 它其實在一些出力的感覺上 除了我們說下雨天它的旋徑會比較好之外 你其實面對一些地形的變化 比較輕度的 輕度的越遠 輕度的越遠 它還可以克服到 對 就比如說你可能要經一些草地啊 你去露營啊 有些地方你在上坡的時候 其實這個四人驅動的底盤也可以幫助你 就是一些比較陡峭的露營區嘛 現在不是滿多都這樣 其實滿多 尤其你去到那邊還發現 怎麼下雨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很需要 雖然傳統 對 舒適性好嗎 好啦 那我們還是要檢驗一下 這台車的舒適性 首先就隔音水準部分 你覺得跟以前比有提升嗎 我覺得有 當然我覺得沒有提升太多 對 有 還是有一點點啦 你會很明顯感受到一些 底盤的回饋 路面的噪音 還是會比較明顯一點 對 尤其當你速度快一點之後 對 它的底盤傳進來的噪音也不算很小 然後導演有特別提到 他坐上來他就說那個風切聲怎麼 還是滿明顯的 我覺得他就是給你進階一點點的隔音表現 但是他沒有像豪華車準機那麼的好 對 他沒有跳脫那個層級 對 在隔音的部分 還是平價車 大部分的平價車再好一點點 有好一點點 好一點點 但是我想 畢竟平價車的定位還是沒有被改變嘛 所以隔音的部分 他是不會下太多功夫 讓你夠用就好 那在濾震效果方面 我覺得如果說我們用一般的行車標準來看 就是四驅代步 然後我只是順存的開 那我想大部分人會覺得這樣的濾震效果是足夠的 就是可以接受 對 因為他的衝擊感其實不明顯 因為過去的阿塔 他在遭遇這些坑洞衝擊的時候 他的反應是比較直接的喔 他會一個噔噔 然後就頂過來給你 但是現在的設定 他遇到坑洞的時候 他會多一層的緩衝感 他油比較柔啦 對 油比較柔 不過呢 我覺得小缺點還是在 就是他每次揮彈回來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很快的 然後回復到穩定的狀態 他一樣有餘震 對 他就是會這樣修個兩下 修個兩下 然後你如果沒有再進行轉彎 或者是要做一些比較大的動作的時候 他才會揮穩 那如果說你一直在連續的彎路上 他確實會一直修來修去 對 對 左右搖 左右搖餘震 然後疊加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整個梯桿有一點點複雜 結果他雖然比較柔 但是也比較軟 對 所以說這時候 駕駛的節奏掌控 就會變得比較重要 開起來怎麼樣 AVY你覺得 他跟上一代差別大嗎 我覺得 不大 對 我也覺得不大 我覺得沒有到特別特別大 我覺得感受比較明確的是一些 配備上的進步 科技上的挹注 但是 在實際的駕乘感上面 沒有到 真的很明確的進步 有啦 我覺得 比較明顯的駕乘感進步 在於說它的 濾震性 濾震的回饋 它多了一點緩衝感 因為 它不像以前的 Agatavia 那麼的直接回饋給你 對 它多了一點質感給你 但是它幅度並不算很大 對 但是其他的 不管是油門 風向盤 轉向 這些感覺其實跟以前 以往的調性是比較像 對 滿接近的 滿接近的 但我不覺得這樣不好開 我其實覺得 本來就還滿好開的 只是你原本會想說 它內外觀的變化都這麼大 然後科技又增進那麼多 那它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明確的進步 那好像沒有到這麼多 我覺得就是它本身的 體質就已經算不錯了 就是對於一般人來說 大概操控也算夠用 然後濾震度也有一定水準 對 他們在這樣的基礎上面 去發展配備上的堆疊 對 只是你原本會有點期待 因為不論是看動力的數據 或是看這個配置 你都會有點期待 190快200p了嘛 然後2.0又試出來 感覺好像是一個 性能的方程式的樣子 然後當你一復讀 從懸吊到底盤 都其實都不是這個樣子的設定 那我覺得那個感覺 比較像是一個期望的落差 但它在本質上 我覺得沒有到不好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常在講的嘛 你看規格表 其實很多東西是看不出來的 對 跟實際上開起來是差滿多的 對啊 你看規格表 你覺得這可能會是 運動化的車子 或性能化的車子 可是如果說它當初設計的方向 比如說這台 我就是佛家庭用車而已嘛 對啊 我一樣就是安全 就是舒適 我就是讓你出油用的啊 對啊 我就是讓你出油用的啊 它自然就不會放太多 駕駛熱區在這上面 不過整體來看 我覺得以這台車 目前我們開到的表現 不管是操控動力 或是舒適度 我覺得都對得起它的定位了 該買這台車嗎 不過總結之前呢 還是要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這一期本來是要上S94 對 因為這台車剛好它有個空檔 可以讓我們試 那經過神聖考量之後 我們決定隔天就上線 對 可憐的剪接師 好啦 那我們來總結一下 在Aktavia Combi上面 你覺得它的第一個優點會是什麼 第一個優點 空間足夠寬敞 雖然說就同級比較來看 它不是最寬敞的一個 可是真的也夠了 但我覺得它是非常舒服的一個 我覺得頭部空間 其實我今天在測量的時候 我滿驚訝的 因為有些旅行車它會有一點壓迫 尤其現在大家車都要做流線嘛 對 我們腿部已經真的夠大 這個就不說了 但真的是空間 我原本想說今天應該大概這樣 可能會回到去 一回不到就算了 我手指一弄 好像還可以再弄個五六個 真的是就開闊感不錯 對 開闊感沒有壓迫感 那你乘坐舒適度就會舒服 然後你後座的肩部空間也大 然後再後續到後箱空間 它雖然不能說是最大最大 但是你看 左右的空間跟下方的空間 甚至一些小小的Skoda 它比較聰明的小設計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加分的 就它不再只是只有 車門可以放雨傘這些事情 對 心理箱裡面它有很多變化 它真的有幫我們來想到收納的考量 那我覺得第二個優點呢 就是它的動力系統 之所以是第二個優點 除了這個Plugin不錯之外 重點是 你有發現在同級的對手裡面 只有它是這一個配置嗎 對啊 2.0 只有它是2.0的渦輪 再加上4x4的底盤 沒錯 那就如同我們剛剛影片裡面講到的 雖然說1.5的可能都夠用 小白線量都夠用 但是你載滿人還有東西之後 你還是會希望你的車開起來更衝容一點 對 更輕鬆一點 再加上4x4的底盤 我覺得它就是可以大幅強化我們對車子的信賴感 因為第一個是 我知道我的動力很充足 然後再來是 我去到2D路況的時候 我知道我的車抓地力會給得很足 我不用特別去擔心輪胎會空轉 或是安全性的問題 那對於自己的家人來說 我覺得這都是多一份心的 所以不論是動力或是底盤 它的存在都是很重要的 對 那兩個也相符相成 而且它的定位真的是通緝裡面比較獨特 對 比較獨特的 再來就是第三個優點 CEP值的表現真的非常的亮眼 這一點真的不能否認 不管是通緝穿的或是歐系日系 只要是它的價格在打壓到的範圍 它的配備真的是最多 比如說舉正式頭燈 這個在VHG是很貴的東西 全車系標配 然後全新4代的車載系統 然後無線Abo Cupway 什麼Angle Auto 無線充電 電子儀錶 對啊 電子儀錶 然後全套的駕駛輔助機 對 駕駛輔助 雖然說是頂級車型 但是它的價格也不貴 然後再往下探 還有1.5跟1.0的車型 那在配備的水準上面 其實沒有落差到太大 該有的都有 所以你說這個CP值 真的是滿高的 真的高 好啦 那既然優點講完了 我覺得站在一般消費者的角度來看 因為畢竟這是一台破百萬的車 對 當你今天要花超過100萬去買一台車的時候 我們的考量點就會有很多 對 所以你覺得需要考量的理由有什麼 我個人覺得會需要考量的理由 第一個其實也是它的同志 也是優點之一 就是它的動力系統 喔 我講一下碎金對不對 對 因為它雖然說 它確實是在這個級距裡面 它是唯一一個存在 然後我覺得這個存在很棒 但不得不說 它的稅金確實就是比同級各種稍微貴一點 對 對 它唯一一個比較便宜的 那就是Mazda 6 那Mazda 6 嚴格來說它並不算是 同樣的極懸 它只是因為價格在打到 對 它是價格在打到 但如果說真正同級的話 它的稅金是最高的 對 它的稅金反而是最高的 那當然這個是2.0的車型 它有1.5跟1.0 但是在這一點上不得不說 我覺得這個還是會考慮的理由 因為不只是稅金 它的2.0 它的四傳 也造成油耗 它的平均表現 都比較差 平均14點多嘛 對啊 所以相對來說 這個可能就會有一點點的負擔 那第二個需要考慮的理由呢 那我覺得在駕乘的質感上 這件事情可能真的期待的比較高 對 我們會覺得我們 這台車還有這麼多 令人期待的規格跟設定 你可能會覺得 那這麼漂亮 它會不會其實開起來 是非常濕滑而順的 然後質感非常好的 但實際上它跟上代落差 並沒有到太大 所以應該是說 駕乘質感提升有限 嗯 駕乘質感提升有限 因為坦白講 我們剛剛有討論過 在這個品牌的範疇跟它的定位之下 這樣的表現是可以的 但是你看到一台美人美歡 漂漂亮亮的車的時候 你確實會有多一點期待 對 那實際上做上來的時候 欸 不差 但是你跟你的期望值 可能會有一點點落差 那這方面就是要看 你跟CP值怎麼去做拉鋸 對 這個東西很重要 這其實跟CP值是一個拉鋸戰 嗯 好 以上重點分析都跟大家說了 如果說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是 欸 車別在那邊 是我 是我 打開小鈴鐺 就可以即時收到我們的上面資訊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